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保险360 我是Kas 轮胎对于汽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轮胎是汽车最缺一不可的配备 更是能够影响行驶路上的安全 因此轮胎安全一直备受关注 在马来西亚因轮胎而发生事故的事件不胜枚局 比如说因爆胎而导致无法控制汽车所造成的车祸 那么你可能会想轮胎损坏是否能够理赔呢 又或者你认为买了综合性保险就一定可以理赔 这不一定哦 一般上保险公司并不会因为轮胎损坏而进行理赔 这是因为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零件 轮胎的理赔一直处于模糊的地带 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分析几个不同的个案 第一 因偷窃或虚拟被他人破坏的轮胎 如果你是有购买二号保险的话 和综合性保险 保险公司会依据你的保险的覆盖范围理赔 如果你没有购买以上任何的保险类型 你很有可能就得自行的负责 第二 因磨损而磨平的轮胎 保险公司并不会因磨损而磨平轮胎进行理赔 你需要自行以及更换新的轮胎 第三 因事故造成轮胎的破损 如果轮胎和车身一起破损 保险公司可依据购买车的险进行理赔 但是如果只是轮胎破损 一般保险公司并不会理赔 总之在我们购买任何汽车保险前 一定要留意保险的附带范围和免赔偿的事项 希望通过今天的视频 你已经了解更多关于车险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保险360系列 记得按赞以及分享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的通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